有福的人总会圆中席来相处 抓住生命的地图 我们都想要改变生命地图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超级生命笔码第一章 开宗名义就告诉我们 来到这里改变生命地图 苗苗品尝妙甘露 滴滴精纯赐宝珠 有时候不用一本书 可能只是一段 或者是两个字 一个字 可能是一句歌词 就足以改变了我们过往的前程 万般总是感恩来识路 再把人生系数步步都识路 以前都是先祖 殊不知呢 其中的礁石并不是礁石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水位水准水平不够高而已 那也可能是没有天倦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可能呢 没有办法席源来敲定鼓 来腰及心柱 所以此刻开始 我们皆应该席源来演绎这份生命的滋补 圆中席昌盛就能处处 犹如呢 这个在第十三段 我们今天导读的部分呢 如何能够有能力去解读许多人没有办法掌控的领域 刚刚听美琳的分享 说起来头头是道耶 你看讲几话来 是不是很有含养 很有她的这个风范哦 好 为什么呢 这是她的一个感悟 这个是天地给她的一份礼物 那重点是她的一份真心 跟宇宙天地连线 来品尝这些甘露 来品尝呢 这些人生的如意珠 而这一切的特殊本领 比方说增益我们的外在内在 又或者是增益我们的这个赚钱 解锁生命密码的本事 这都是宇宙天地来赐予你我的这一份厚爱 所以呢 了物才懂知道 那知道之后呢 有能量 那同时呢 心门打开 真心诚意来做到 我们才会真正的得到 好 接下来再请千瑞继续为大家导读 本来4月2日这天 地震是一个巨大 而且伤害和损失都是非常惨重的灾害 但是基于某种理由 大自然推迟了这次灾难 而且把这次灾难本来要发生的能量 引到美墨边界 这个人烟不是太密集的地方 减少了人人的伤亡 以及各种损失 很少人可以视透其中 真感念宇宙的大恩大德 真正做好宇宙希望我们 地球人可以做好的诸多本分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立刻散播感恩与爱 这两颗重要的救命灯 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并且全球串联 积极地立刻发起各项军心活动 来挽救现金地球人类在物质上 心态上所产生的诸多负能量 不再继续影响大家未来的情形 那么我们呢 要感念这一份大恩大德 感恩这一份宇宙 对于我们的厚爱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 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立刻的来赞获感恩与爱 而这两颗重要的救命灯 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并且呢 最好可以的话呢 天涯若必灵 来做一个全球串联 积极地立刻发起各项的真心活动 来挽救现金地球上 人类在物质上 心态上呢 所产生的诸多负能量 不再继续影响大家未来的前行 所以此刻如果 你我的虔诚之路已经受阻 想必呢 是因为呢 这个负能量呢 还没有来做一个去除 那我们要做的呢 最重要的 当然有很多的灵灵种种 而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世界里面 竟然就是这么简单的 来立刻散获爱与感恩 说穿了 不就出一张嘴吗 就是做一个邀约啊 而财师法师五位师呢 在系讲地址规 老师所提点我们要勉励学习的这个纸肉大法 所提到最重要的乃是法布施 因为法布施呢 能够解决 所有一切的问题 而什么是法布施呢 就是呢 引领社会大众呢 能够进入依循一套正能量的正确轨道 就能够呢 阻断本来应该发生的一些厄运 并且呢 能够昌盛我们本来就应该拥有的福分 那爱与感恩这两颗重要的救命单呢 此刻呢 就握在你我的手里哦 那重点呢 我们要迈开我们接下来的步履 来好好的为你我 接下来的福分 来努力的前行 来努力的打造